繼續回到直播 剛才因為我們Facebook斷了線 你看到Facebook也知道斷了線 你根本不知道我在說話 你根本聽不到我說話 所以我現在叫你去我們新的Live聽 是白癡的 對不對 對 因為聽到你說話 已經進來了 聽不到你說話就進不來 除非他在聽聲音機 所以為什麼叫你用聲音機 就是這樣 對 因為聲音機 都可能會斷線 但機會沒那麼大 或者你去看Youtube 對 Youtube我們實驗過 斷了都可以駁回 你不會無端端要去第二條Live 應該說是 因為我們全部都要同一條Live 對 好 還有11分鐘開跑 大葉門就繼續 拉屬這筆的嘉品王者 上次贏得非常之精彩 看今場馬 爭情 今天拉屬又全線收皮 這一筆的嘉品王者 又有什麼表現呢 一會兒就可以揭曉 但嘉品王者 沒有邪風 未必能出歪 好 看一看今場的祖飛 其實都不用怎麼說 祖飛 都是嘉品王者 六柱 六柱都是嘉品王者 就是Win 過關 過關 3號 中華之國 就是2.2m的過關 另外11號 嘉品王者 就是1.7m 3號的PACE 也有1.7m的過關 嗯 就是這樣 過關之後 有三柱 都是賣11 Win Win 就是這樣 好 鳥王 好 現在你看一下 我按一下這隻很快 按緊 看一下按什麼 好 看一下先 第九場 第一隻介紹給大家的 就是2號馬的 勒得肯先 頭暑一個月 試了一貨雜 泥地 1200米 都是梁家俊試的 看到這隻馬呢 快雜的 還有自己在前面 扣著都要追上去放頭的 那麼中段 直接鬥埋口 火力也十足 那麼直路的 抹斷的時候 仍然要扣著的 最後一鬆給他 自己再肯走 彈掉 小心啊 偷啊 這隻這樣的東西 這次二檔 適合走 你說他斷不斷 真的不知道 總之我就介紹給大家 這隻我QT 一定會拖的 嗯 那麼 第二隻介紹給大家的 就是3號馬的 中華之江 那麼 馬就是三班 超的 那麼 上將在外蕩呢 就起步沿途三碟的 入直路 追勢有限 因為他Pick Up不到 全程已經在外蕩跟得太過辛苦了 那麼 那麼未夠的 Pick Up不到 那麼 老潘 今次再上 那麼 三貨快跳都是非常之靚的 馬身更適合了 那麼 那麼這隻馬 我覺得 你不要說那隻嘉品在這裡 他有39元 WIN 13元Pay 這個我WIN 我會考慮 買賣 就是WIN QT 這隻三號 一定要拿 我覺得 那麼 第三隻 到5號的 第二號 寶寶 那麼 那麼 上將熱身 就未十足的 那麼 那麼 直路Pick Up不到 仍然可以 爬回來 即是Pick Up不到 但是他也是可以保持一個暴運去走的 那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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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ny 做到行的了 那麼 那麼 今天排回三檔 正啊 他這隻是主動一點點的 嗯 只要他不要喪放 走去前面 拍那些 辣得肯 家品王者 那些 那麼 那麼 那麼他佈著在那裡 拉屎就是難保 好像拍保 那樣 剛才琴琴琴琴過了 那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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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隻介紹給大家的 那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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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十一號的家品王者 那麼 那麼 這個 十一號的家品王者 就 我第一個寫死的字已經嚇死了 質超齒群 開羅日初出 拉屎同程 快閘 然後 然後放頭都要扣到實 入到直路 一轉圈彎 我看到拉屎有一個動作 就是已經看了 然後推兩下再看 一條直路看了四次 還要輕鬆地過終點 根本沒有拉屎 只要他跑出來便會勝出 那我就是這樣 的認為 那麼 你說大家認為 二十一元勝出 對不對 數呢 十六元 但是 嚇死你呢 那你就自己 定奪了 那麼 我介紹的馬 就是二三五 和十一 二三五 一就是鳥王的介紹 這樣 這樣 三媽一 我和鳥王都一樣 應該全地球都一樣 當然 當然 不會只有那麼少數目 對不對 那我這一場馬 第一隻 不如說那隻 七號的財寶加區 這一隻 上戰同情表現 一般 這場馬就要加兩磅 上陣 同組時間就不差 形勢不錯 因為這匹馬 後相機很後勁 而且時間是快的 我覺得 有權 找羅里亞 這隻贏就困難 我覺得是 但是 博國Pay 有權在這裡 所以 是需要留意這匹馬 另外一隻 這隻 看看可不可以 中完再中 上次我們 就介紹他 那個時候 他就是 一百零一倍 WIN 而我們的聽眾們 在去年 就收錢收到爆 那是什麼 就是 4號這匹的 勤德兼備 今場馬 今季初出 未見試襲 轉戰千四 同組時間最差 但原來這匹馬的後勁 是很厲害的 今早馬 有 2 4 5 有8匹馬 就是 末段 達到標準時間 而這匹 就是第二階的馬 形勢其實非常大 史上風騎的馬 最後砌兩步上來 隻馬 Pick up 一到 就可以衝一到上來 看看 這隻勤德兼備 我的代底馬 可不可以 可以爆多獲 出來給你們 來玩一下 所以今場馬 我和鳥王的 推介 都不是張 是 2 3 5 1 然後我光頭的介紹 就是 7和4號 2 3 5 1 7和4 今場馬 就有 五隻 PACE馬 分別就是 11號 嘉品王者 3號 中華之 光 7號 財寶家驅 5號 帝豪寶 4號 和4號 勤德兼備 我們應該這裡 選擇 已經是 選擇了 另外見到 10號 閃耀鑽王 有些孖寶妃 射了下來 不知道 他將會跑成怎樣 神粗 跨啦啦 兩隻 那就是 1號 美麗寶寶 和12號 智者 兩隻馬 神粗 三個星 五隻 五隻PACE馬 是 看會有幾多隻進來 沒錯 可以五隻進來嗎 最好是這樣 又掉了 不是 你應該假裝他 就是 邊邊有力 邊邊有力 喂 我們下禮拜見不到你 因為 你張飛到他家了 什麼張飛 你不是說 有張大阪 就是未去 就是未去 明天去 然後星期三 你就 看不到 都會看到 心心臉 但其他東西 不要緊 可能找那個人坐下來 不用 我拿來掛牌 阿尼瑪的肚腩這麼大 能放得住 可以 可以 OK 不要緊 有個心心遮住 不是 剛才我們找另一個樣子 放下去 扮著阿基 就行了 放尼瑪 可能放一個鐵無敵鐵甲人 不是 不是 我打算用回阿基的照片 放下去 尼瑪的身 對 很棒 你應該找我的照片 放上去 再用心心遮住 又可以 方溫那張 OK 先找出來 方溫那張 方溫那張 當然 好吧 不過不要緊 國慶日賽馬 都會回來 總共 但是問題是 我們星期六 三 做什麼 就是海外賽事 英國的 不知道什麼 什麼 什麼 我也不知道 星期六 就是撿錢 對 撿錢日 這個要記住 那你幾點回來 星期六 英國晚上一定是晚上的 對 我想問你幾點回來 7點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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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好 怎麼回來開咪 不是開咪 你記得要 賭碼是嗎 拿一份評券 剛剛才 現在各位聽眾 如果你想買海外賽事的評券 你就要 最簡單是什麼方法 最簡單就是 買我們的日費 一定要過星期三你才買日費 你才可以有海外賽事的評券 除此之外 我們已經研究過 大部份的聽眾 都不是我們的給錢會員 我們那天不會開咪 那有什麼辦法 你可能很不想做我們的會員 可能真的 有個新發明 我們今個星期 會做一個購物卡 只買那份評券 你上去給錢下載就可以了 簡單又方便 我們應該 今季都是沿用這個方法 給你去買 純粹買評券 對 應該我們還沒訂過價錢 可能50元 可能60元一份 多多關照小弟 這麼便宜 還有一個位置 也在 那就好 可以幫我們宣揚開去 下次再加價 70元 如果有多客人 不用70元 然後再推到100元 不如你買我們的會費 因為一樣價錢 可以是 其實是 多看一天 對 可能他們真的很不喜歡看我們 你怎麼知道 如果在英國賽事日子 就是我們去試試 買一個 日費 然後再試好用的 再買貴費 這樣 可以試清楚 最好 用戶 最完美就是這樣 對 首先我們讓你在英國收拾錢 對 然後明天看著我們 聽著我們 來 再贏 香港馬 對 就完美了 當然是這樣的 就是這樣 是否想起也開心 對 簡直夠高興 對 英國馬 下星期才有 但是三重彩推薦 今場有 那是甚麼號碼 今場就是你的五隻 P士碼 3 4 5 7 還有11 厲害 要收拾 如果P士碼 五隻回來了 那你就真是威風 不是 P士碼多於這場合 很多時候 都會有三隻回來了 一定 都說我們還未達標 對 剛才你剛才都說 你五隻馬 只有三隻馬 只有P士碼 那你就剛剛好 是回到比例 都是 圍了五隻P士碼 就完成了 沒錯 那 賴叔這次要委屈他跑第五 不要緊要 他一向這個賽道 都是一般的 幫幫手 跑第五 對於他來說 應該是很好的成績 有獎金 有獎金 保得住 剛才馬主又開心 對嗎 就是 馬主要獎金 沒有說多還是少 對 還有零分鐘開跑 大葉門繼續是11號拉縮的嘉品王者 看到馬來階段的票 不是很多 很安靜 這場 很多散票 很多散票 對 大廚的就看不到 不是11就是3 不是11就是3 還有不是11就是3 還有不是11就是3 也沒有說哪些爛門 是現在的Q位 12號神粗三顆星的智者 孖寶菲和Q位都來 是1號 1號 1號美麗寶寶 一直落下的 因為他就是買了我的神粗三顆星 原來是這樣 買了我們的會籍 再看你的神粗三顆星 然後就落下了 你覺得那些大戶不是看著我們來落票嗎 我也是 就是 你覺得他懂得看神粗 他不懂的 那看什麼 看我寫的三顆星 我寫的那三顆星 看你的三顆星已經夠了 看神粗看幾個小時 你以為我真的有看的嗎 我每一場馬開完條片 就要摘公志 摘三下看看摘什麼 好像那些人 龜背那些 牛一牛 看看開多少顆 那我就把星放進去 你以為真的要看的嗎 撞的 好了 紅燈亮起座參戰馬 就準備入閘 你以為真的浪費時間這樣看 會死的 為什麼我經常看你看 我開了之後我沒有在看的 我也是在搖 全部都在 你是聽 你是聽他 聽舞聲 我聽他的腳步 聽他的腳步 聽他的腳步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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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應該聽聽他一千米 有隻馬跑了幾個步 跑了越少步數就越有數 又對 因為省力又跑快 這樣都被你想得到好 在街上看 誰來玩 喂 見到那隻九號 原... 什麼 原居盟友 原居盟友 對 為什麼現在的馬文這麼難讀 中文差 中文差 中文差和難不難讀是兩回事 你應該好像剛才說的 要響金蟹味才對 那原居盟友稱什麼 你還沒說完 最後 讀贏那裡 紅燈由二十六倍到二十一倍 哦 OK 好 還有四隻馬未入閘 大熱門繼續是嘉品王者 十九元便十四元 次熱門就是中華之江三十九元便十五元 咦 那隻嘉品王者竟然沒飛 因為剛才嘉品王說的那隻 原居盟友打飛 打兩口下去 另外還有一隻七號財布家區打飛 好了 全部馬準備好了 準備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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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準備好 準備好 好 好 一出閘的時候又是相當不齊 前面放頭的馬 第一隻就是閃耀鑽王 想搶爛爛爛爛爛的 但他未搶太遲之前 外面有幾隻馬都來了 分別就是有一隻 一號的美麗寶寶 外面還有一隻十一號的嘉品王者 內蘭還有納德橫頂位住了 搞到那隻嘉賓王者都要Drop back來跑 然後才變成內蘭還有5號的帝豪寶寶 外面的13號的君月娃都走上來前面 然後內蘭就是中華之江 見到綠衣紅衣那一匹閃耀轉黃 然後就是智者4號的勤德兼備那堆馬就在後面 第二段很快,21.42 前面放頭繼續是內蘭那一匹的納德橫 外面就是美麗寶寶 然後飄到外面那匹的嘉賓王者來的內蘭 就是中華之江、帝豪寶寶、君月灣、勤德兼備 閃耀轉黃 有一隻大大待後座了 那隻應該是原居盟友 前面放頭繼續是垃圾狠 那隻中華之江看得很穩定 看著怎樣吃你 為潘頓看著看 不要這麼客氣 我騎了,看看能否過得到垃圾狠 但好像過不到,外面的閃耀轉黃開始來了 對,潘頓第一隻就過了中華之江 已經率先領出 但外面的閃耀轉黃越騎越幼 兩隻馬都當得很緊湊 閃耀轉黃贏馬 第二名就是三號中華之江 第三名就是財寶家區 有一個人叫得很厲害在我們這裏 對 那個就是尼瑪 靖外區閃耀轉黃贏了 贏了 馬寶飛友 他的閃耀轉黃是通了我們三重賽路 三五七在後面,你見到嗎 很糟糕,但我原諒他 他今天剛才在輸錢 他一夜救全家 他一隻手指沒舉起過 就是了 你見到喊得這麼大聲 應該可以翻身了 很激動 從來沒拿過摘波板湯出來 沒硬過 這條位置叫雖然轉不到團跳 中條位置叫都很拿命的 哇,最重要是有財寶家區 在後面,頂得住 七武樂飛 對,無樂飛 哇,閃耀轉黃,這場很厲害 對,這一場很厲害 厲害 上次輸給何良那隻 何良那隻 我看回他那隻 何良那隻叫什麼馬 我喜歡這隻嘉品王者 看不到 沒有,在這裡 哦,五十五十 拉縮有個直路 還找到五十五十 我想看看拉縮最後那隻馬 是他放棄了還是什麼 他早前逼死了 是 他剛好轉彎的時候 跟著一二的時候騎死了他 我想知道他騎死他還是什麼 騎死了 轉彎不斷騎 今場是這個教學來的 對,現在教你 拉縮看到一二兩隻走上去 首先把那隻馬拔到第三位 然後現在 抬著來轉彎 看著看 對,抬著來轉彎 你看到他的腳 撐著嗎 馬不讓他走 看到嗎 然後拉縮一看 然後騎 看他手薑 然後看不到 鞋子 他騎上去那一刻 然後向下 你覺得他是在騎 現在分薑 然後等馬蓋過來 收慢 然後捱下去 甚麼都要散 散了 轉彎那幾下 大家要看 騎士是看手的 真的看一隻手擺甚麼 或是在做甚麼動作 但要最後收回一隻馬 雖然跑爆味 下鋪吧 下鋪要留意 教學式 好能見 香港最厲害的是哪一個 香港最厲害的 剛才那些動作 你說走了沒有 你覺得是走了還是甚麼 還在香港 還在香港 還在師公 還有誰 師公還有 你不如開估吧 那很多 白德文有些 白德文 神父式教學 白德文叫做火車拉停 火車拉停 不是火車潘 這次拉縮這些就是技術性激倒 你不知白德文在澳洲有個花名叫大力水手嗎 是啊 但白德文是用力的 剛才 是啊 但這個不是技術 技術 技術 對 沒意外 你見到他的手是一推下去 就向下挫 是 這樣 很久沒見過這一招 是 因為這一招不是那麼多人夠膽用 因為認得到 通常師公長江城就很容易在裡面搓 你不說 剛剛說的 在裡面搓 對 剛才這樣 那一招 真的經典 好 休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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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